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于1995年 致力推动香港艺术多元化发展 为本地艺术团体及艺术工作者 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支援 艺术发展局建立多元化的资助制度 例如一年、两年、三年资助 多项计划资助以及计划资助等 支持本港中小型艺术团体及艺术工作者 进行各类型的艺术创作实验和发展 为香港提供丰富多元化的艺术活动 90年代末到2007、2006那段时期 我们支持了很多团体 小交响乐团、城市当队舞蹈、中英剧团 进练20年体这些等等 他们现在已经是 很大奇兰的一个很出色的团体 艺术局推出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为具潜质的艺术家、艺术行政人员 提供在本地和海外进修和实习的机会 为香港艺术界培育人才 例如我们最近的重点是 维亚纳、国际舞蹈节 我们有很多计划作为 是让艺术工作者去看人们如何运作 是开眼界的 让他们想多些课 见多些不同的艺术或者艺术家 另外我们对一些资深艺术家 亦都有很多的支持 例如给一些深化计划 他们可以去海外或者去其他不同的团体 去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艺术教育对培育全人发展非常重要 艺术局过往曾经推出 不同类型的艺术教育计划 令艺术走进校园 例如校园艺术大师计划 至今已经委任了超过6700位 来自中小学及德树学校的艺术大师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各项艺术活动 我觉得校园艺术大师计划 某个程度得益的 不只是那帮中小学的参与者 令到我可以接触一些 我基本上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观众 他们的问题某个程度上 都会令到我反思一些抽象的概念 其实应该如何透过语言 和透过对话去达到 双方面都可以理解的桥梁 艺术局积极透过不同渠道 将艺术带入社会各阶层 让普罗大众更容易接触艺术 其实先浪潮汁搞得挺成功的 因为他有很多年轻的导演 有些年轻导演甚至拍了一些 艺电影的水准都不错的 我觉得它是绝对值得存在 和支持的一个东西 好想艺术 例如我有去威尼斯新年展 和利物浦新年展 我发觉我们的团队 是完全好像大汤的一样 我见到香港艺术家 是完全尽情投入 专注在他们的创作作品上 其他一切事项 都是交给大会安排和处理 我觉得整件事是极之温暖的 5、4、3、2、1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 第一次在黄竹坑 创造一个艺术空间 给视角艺术家 我们接下来第二个大的项目 就是在大埔观纳中学 做一个表演艺术的中心 艺术发展的可能 就会是能够有自己的一些地方 自己的中心 可以支持我们推动艺术的发展 其实艺术可以说是源于生活 融入生活 可以令到专业的艺术家得到发展 令到很拢的大众 无论他是学生 或者是一些社区居民 都可以享受艺术 真正是让艺术进入他们的生命 令到社会更加和谐 更加舒服 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